家園 我们看到市长你的用心 也给予本席 也给予你高度的肯定 因为我看见0206 在围观倒塌的时候 你也第一时间抵达 你也把我们的指挥中心 搬到现场 日以继业 在现场作证指挥 守候 你守候的是 希望能救出更多的生还者 我也相信 你最能够体会到受灾户 他们的房屋倒了 他们自己的亲人不见了 那一种追心之痛 我相信你最能体会 至于关于我们受灾户的重建 不管是他们的去跟流 我相信市长 你都能以最高智慧 带领我们市府团队 协助我们受灾户 往后的生活 以及重振家园 本席也了解 我们现在也启动 假扣押 第三次的假扣押保全 并动之第二预备金 协助围观受灾民众 总共有215人提出 假扣押申请 以及我们假扣押金额 共计在5亿 9,832万1千元 并假扣押 我们债务人等三人的财产 即所得 那么我们市政府在法治处 跟我们台南市的律师公会 以及法福台南风费 也提供赠灾 法律 咨询的服务 第三 我们市府消保官也协议 我们消极会 南区分会 协助我们受灾民众 提起团体诉讼 目前已经有84名 受灾户同意 并且预定在6月中旬 提出团体诉讼 后续其他的受灾民众 如果有同意参加者 我是希望也能追加 我们的诉讼办理 相关的费用 也请我们内政部 营建署来做补助 市长 我在这里 本市也要请求 也要要求 在日后 你跟我们的市府团队 绝对 要竭尽全力 来协助我们受灾户的 后续这些诉讼的程序 这一点 请市长您做回应 感谢陈秋平议员的帮助 在地震期间 也陪着我们市府团队 解决各种问题 包括跟民众的解释 说明 让整个救灾的工作 能够顺利的进行 我非常感谢你 第二个你刚要求的 这些法律上 维护他们的权益 这个我们义不容辞 我们相关的局处 包括法治处 都已经提出假扣押 这一部分呢 我们会持续来进行 目前关于 围观大楼的 我们处理是采取双轨制 就是说它要重建的 我们协助它重建 而且它那个都更的筹备会 我已经公文 我已经批准了 这个已经成立了 它这个程序可以继续去走 那想要离开商心地 另觅新生活的 它土地要卖给这个上款 这个我们已经跟它谈妥的价格 我们是用公务局去 去估价 那块地大概值多少钱 大概这个我们都估出来了 而且跟它已经有共识了 简单说明 谢谢市长您请坐 也辛苦市长 跟我们所有的市府团队 对于收在乎 你们的用心 你们的照顾 在这一点 也给大家做一个感谢 现在我们看POPPOINT 目前我们银行国中 设立的进度为何 因为在这半年来 特别是在这半年来 我们银行地区的民众 我们银行地区的民众 有包括银行礼 银州礼 还有鸟松三明礼 这个四个礼 因为这个是我们学生要就读的 这是市区 所以他们的民众特别的关心 以及他们学生的家长 也非常的关心 所以他们都看现在 没动情 是不是会无疾而终 所以一直给我 堆一直给我堆 我在这里我也了解到我们市府 因为整个开花的作业 已经将近预延三年了 都要三年了 这个期限 所以我也知道 我们市府也展研这个时间 跟内部 内政部申请展研 那么我们内政部呢 也在 也同意我们在108年3月15日 一个期限 我在这个部分 我想请教那个 我们独发局吴欣兄 吴局长 就这个部分 我也知道 我们6月22 我们都审 还要审议这个案子 我想请教你有没有信心 让这个审议案通过 感谢技术 因为这件 开始一百空二年 就是纪委过后 地政局开始 做法委的策略 做这个 相关的兵国 完全差不多都过 结果最后 这个区大政司 纪委书 在内政部的 地政司 有一个 政司的 心意委员会 我们对于过年 一直 一直在 他在心里 很多委员 当然现在觉得 听到听话 正想 就哪就看到 什么 很严重的事情 不断的提出质疑 我们不断 它改成 包括市长 有一次清楚 有哪有去说明 最近 有来通知 因为这个 6月22号要再开 那这一次 因为我们把之前 三次的 这个所累积的疑问 其实都有做 很详细的书面给他 那所以6月22号 我跟这个 我跟这个地政局长 大概就红局长这边 会跟我们 就带着我们一起过去 我希望这一次 我们会尽全力 把这个案子 把它推成功 因为区断征收计划过了 那后面的这个区断征收 作业就可以正式开始 好 听吴局长这么说明 表示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洋房区中 要处置这地用地 当然没有经费 就要经费 区大政策来申请 这些公司的会比例 如果准备好 我们很期待 就是6月22号 我们希望都委会 能审议通过 你请坐 当然通过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公告 这个区断征收 以及发放地上补偿费 这个部份 红局长 地政局红局长 我知道说 你们都已经行政部分 行政部份的程序 你们都准备好了 如果我们的那个审议通过 你们在什么时间 可以启动作业 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一次是报 底价地比例 跟征收范围 跟征收范围 其实程主 这个委屈长讲的 我们已经 内政部已经给我们放了 大概一年半了 其实我们从103年 12月就报到内政部 他审了三次 大概都想要 里面的部份委员 都想把我们跟苗栗 那边把它连接住 其实我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 我们加了很多的说明 应该可以把它 撇清的 比较好 所以通过的机会 是蛮大的 好 你在什么时间 可以启动这一些 那个我们的区段征收 以及地上务的补偿 因为我们讲过后 都还要讲听话 我跟议员报告 这一次是底价地比例 跟范围 这个通过之后 我们才会去办一个说明会 然后才会拟区段征收 计划书在报内政部 好 那个这个期程是什么时间可以启动 大概半年内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区段征收计划书送到内政部 好 那我希望你动作也赶快一点 加紧你的脚步 市长 在这个 严豪国中的设立 现在民众 严谣地区都非常要知道说 到底你有信心在你的内内 设置完成吗 实际上 实际上 我有这个信心 把所有的队友的通过 可以在最低的期间里面可以重工 因为工程要去 要一段时间嘛 但是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来把它完成行政的征收的程序 要把它重工 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董事官报告一下 它是我们的国家在改变 怎么说在改变呢 因为好像范围发生那个特殊的事件 是因为管政府处理了处理不动嘛 所以造成社会很大的犯罪 所以呢 这次深層的委员会 是非常非常严格 不只是严格 他的委员常常在拖人 过去讨论过的事情 新的委员以后 他又把你重心拿去 一遍又一遍 所以你看那个无论是 中国要拖中国城 或者说沿航国中的兴建 还是其他的土地界的变境 都非常非常困难 这是未来啦 新的政府有哪要有信心的 要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点 不可以站在一个角度 站到那里面 帝叔 没办法可以正常去推动 当时的发展 但是这个新的政府改变了嘛 新的政策已经出来了 而且呢 我们会再进一步 来把那个都委会来说明 我们有信心 可以在这边来通过 好 谢谢市长 你的说明 因为呢 这一所沿航国中 势必一定是要设立啦 因为呢 这是我们学童的需求 学童他的需求是基于在 上下课他的交通安全 因为呢 我现在重新一下 过去十几年前 就是因为呢 孩子在上課的 这个楼的当中 被那个大货车压死 那又骗了 是因为呢 这个 在学生去上課的家中 还是阿公阿嬷 也会先乘好 所以呢 我们才会很吉利的争取 因为小朋友的上学 不要经过台义线 确实台义线的车流量 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 有更特別 更不一樣 所以我 我再一次请命 请市长 多加的用心 下一页 这是我的一件 民众的沉寝案件 他说他的小孩 有阅读障碍 却不能进入学习班 下一页 我们的学习班的 学生资格流程表 他有老师的提报 以及我们初步的筛选 还有附检 还有 鉴定名册 这个是附检过后的 鉴定名册 那么我们提报的依据 老师是 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发现 他有数学障碍 阅读障碍 数学障碍 所以 他会提报 这个提报的期程 我要请教局長 在什么时间 还有 他鉴定的单位 是建护会 那么 鉴定的期程 又是在什么时间 跟这个议员报告 因为您这个案子 应该是属于 那个学习障碍的 这个部分 那原则上就是 由学校先提出来 就是他如果认为 这个孩子有状况 的话学校会先做内部的这个出塞 然后呢 提出来 那我们申请鉴定的时间 是从上一年度的10月份 到隔年的1月 也就是说 他是在上学期的期中之后 到期末 的这个阶段里面 也就是说他入学了 他8月30号开学之后 那他原则上是 第一次断考到期中的时候 他会提出这个鉴定的申请 好 那么 那么他鉴定的期程呢 大概在什么时候 他鉴定的期程呢 就是到了 我们收件之后 原则上下学期的部分 就是2月到5月这段期间 他就会做 好到5月嘛 5月才能确定 鉴定的结果嘛 是 局长那我是想问你 现在的少子化 为什么我们学期班 又会增加呢 你知道它的原因吗 我跟议员报告 就是说 这几年来 我们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在 学习障碍这一块 的人数呢 其实有非常大幅的 增加啦 那 这个其实 也有一部分在探讨说 到底学习障碍的 这个 就是它的 程度 怎么样去做一个区分 这样子 那我们鉴定完之后呢 有一些同学 好 那个 陈局长 这个 你所说明的 又是另外一个区块啦 那我现在要跟你讲 有时候跟你探讨问题 也并不是要责怪你 我现在要肯定你 因为现在我们教育局 在处理这个学习障碍的区块 有特别的细腻 老师 导师 他们都非常的细腻 甚至 跟家长的沟通 也非常的强化 所以 现在的家长 都能够 接受 他的小朋友 到学习班 去学习 然后突破这个障碍 你这点我 要把你帮路 但是呢 我要 訴求的 我要要求的 就是说 除了你提报的期程 在 十月份嘛 啊 现在如果超过十月份呢 是不是小孩 他就中断学习 他 就不能进入 我们的学习班 学习啊 我是要要要求 你这个部分 是不是做调整 因为呢 小孩中断学习 就是上司他学习的权益了嘛 我希望说 除了 提报的期程 内 提报 提报 还有 以外的 成功超过的时间啊 我可能在 一月份 二月份 老师靠换眼睛的小孩 有学习障碍嘛 我是希望说 在下学期 你在 这个 提报期程 在鉴定的期程 要有所谈心一点 甚至 还有一点 就是说 我们这些学习班 的班级数 的学 学生数 但是说 不够 是不是我们先 把小孩 抓去那些不够的 先给他学习吧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是不是我们可以 就这个方面 来做个调整 好 谢谢议员的指教 也非常谢谢议员 对我们这些特殊学生 长期的关怀 那有关鉴定的 申请期程 这个部分呢 我们原来是到一月啦 就是隔年的一月 这个部分呢 如果要再延长 你还要做一个条件 这下学期如果发现 这个小朋友确实 有学习障碍 是不是呢 我们想一个方式 也可以让你学习 甚至呢 我刚才说的 班级数 如果没有那些人数 他还有名额可以进来啊 对 我们原则上 都以 就是说 学生学习最有利的方式 来处理 这个要做个那个通盘检讨 我们做一个调整 而且我也要向你称告 我们的营养午餐学校 都有直觅嘛 直觅是扮演 营养午餐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想要了解 我们现在呢 我们还会叫学校的 他们可以检课 一个礼拜可以检几节 跟议员报 就是营养午餐的 这个直觅的部分呢 因为他有的是 就是说教师间 有的可能也是 学校的营养师间 所以这个身份不同的话 他就有不同的 这个处理方式 是 很多都是老师间的嘛 如果是老师间 你认定现在 我们所实施的是 减几节的课 这个我可能要回去 再了解一下 减两节 我跟你说 是减两节 一离拜减两节 而且我要 就叫我们陈局长 你知道我们的直觅 他每天的工作量有多大 我知道他要统筹整个 那个午餐的作业啦 我们的食材来 他要检查嘛 我们的那个营养午餐的厨工 他要分配工作嘛 甚至口味 他也要做个调整嘛 他也是要去了解嘛 还有卫生 清洁方面 这个都是他负责 还有一个标 现在的食材 都是公开招标 所以这个工作 都落在他的身上 还有一个 他还要搭起 金格 用这个营养午餐 这个支柄 他除了工作时速 我说的 他的压力也非常大 还要搭起这个支柄 是不是呢 你可以 参考 我们别限制 他的检科 到底是检几节 就我知道了 是三个 这五个 这个部分 你要明定啦 不我跟你说 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没人要做 那没人要做 是不是呢 好好 他就结束这个营养午餐 改团散 现在我有听到是这样 好不容易十几年前 一直做 用心计划 做这个营养午餐 发了很大的心血 现在呢 因为 直密找没人去做 所以要结束 营养午餐 你感觉 这样逃动吗 跟议员报告 在那个午餐的这个部分 学校午餐部分 我们还是倾向 就是由我们学校自己来 做 这个对学生的 这个不管是在营养啊 卫生啊 这样的保障呢 会是比较好的 那 也因为 直密他的工作非常的繁多 所以 其实我们 也有做了一些辅助的策略 比方说我们 比较大的学校 供应 工餐 比较这个 多的学校 我们就有配有这个营养师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来协助刚才议员您所讲的 比方说 食材啊 还有这个厨房的 卫生啊 这些等等 那个局长我知道 我就是你跟你说 他们花会的时间每天非常多 一个礼拜你才减两节课 为了公平的比例原则 我是感觉 我们调整一下 你可以研议一下 好不好 是 好你请坐 谢谢 好 下一页 这也是我接受 民众的 請托啦 他們所定情的 在104年 精神障碍患者 關懷源 他是危安的個案 為什麼在105年 却沒有 列入 關懷個案 喔 我們看一下個案的情形 那個 局長 你先請坐啦 你不要那麼緊張 我看你頭上 很高興 很有情形 你對我笑 我也跟你說哈啰 你先看一下 我們個案情形 104年委外機構 心理關懷源的個案 他在105年3月中旬 家属 已經 反映個案 有不正常的那個舉動 他去店 去那個 他原先原本 關懷源 他才知道說 已經離職了 那已經離職 又沒有交接 所以 他到 當地的衛生所 向公衛護士反映 喔 但是我們當地公衛護士 喔 因為喔 業務非常的 很多 案件非常的多 喔 所以呢 找不到他們的資料 最好跟他說哈 尚未排入關懷 來 3月27 這個個案 花生自殘 他也通報119 並強制就醫 就醫在我們台南西醫院 喔 直到那個 他原本的喔 資料 就診資料喔 都在 嘉南療養院 所以呢 在四月十五 有八成 喔 所以他們才專去嘉南療養院 喔 一直到 出於 5月27 你知道這整整 兩三個月啦 喔 我們的 公衛護士 因為他去衛生索 喔 了解他的個案 是不是在那裡嘛 喔 紀念到這樣 喔 他們就要有掌握資料 喔 是怎樣 衛生索 我靠來電話問說 他們敢是出贏 喔 當然這個期間 也沒有為外的關懷 防止員 去跟他們問 喔 這樣 是要怎麼落實的通報 確保照護服務 無縫接軌 你這點 喔局長 你跟我說明一下 楊議員這點喔 第一點啦 他如果是我們 精湛的列館的個案 那這個我們是交給 委外的這個 喔 包括 我們嘉南療養院 跟我們 齊美醫院的台南分院 你都交給那個嗎 委外的療養院嗎 是 那麼我們的公衛護士咧 沒有 我們先主要是有 因為他需要 依照他嚴重程度 要關懷六 三個月到六個月 依照他嚴重程度 那這個個案 如果是 看起來 因為是委外的個案的話 他應該要從醫院裡面 就算他離職啦 他們 當然這是 他應該從醫院裡面的 去掉撥 那公共衛生的部分 他們 如果我們衛生所 其實 永康衛生所的 本身的 護理人員人人 是足夠的 他目前 包括所長醫生 就是有十九個人 這個我們會去瞭解 單獨個案的問題 是不是他已經 超過這個關懷的時間點 那當然 他後來又發生不幸的事情 那這個我們會去 詳細的檢討 整個流程 到底是委外機構 好 謝謝局長 你的說明 那麼我們再看下一張資料 這個是我們台南市精神病患 我們的障礙 我們精神障礙病患的 關懷服務人力的分析表 你看一下 這邊有三十七區 那我們總修案人數總計有 10405人 萬幾個一萬四百萬五人 我們的訪視員 總數才兩百三十七人 局長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問題點 有跟議員報告 我們基本上來講 每一個訪視員 差不多要關懷四十幾個 我們的這些患者 那我剛才誠如議員指教的 我們是依照他嚴重程度 去關懷三個月到六個月 意思說有分歧啦 因為我一直了解這個案情 我接受民眾的重情 我會了解這個案情 我一直追 我追 我怕到 我是怎麼怕到 你請看那個pop point 因為每一個人 這個關懷員 每一個人平均關懷 超過三十個個案的行政區 共有二十二區 我現在要說超過 他不是超過三十幾 三十幾 三十幾個 他才是說四五十個 他超過的 是非常的離譜 給我呢 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驚訝 欸 不可能是這樣子 來那個局長 你看一下 為什麼我會說超離譜的行政區 永康區總共 有 一千兩百四十七人 但是我 要給你做一個 說明啦 因為我 像我了解的 十五個人 是一個 你給母娘 好 沒關係 我姑且相信你是十五個 那麼東區 一千零四個 只有一個公衛護士在關懷 好 欸 那個主席 這你們東區 一百公 一千公四的人 打一個人 你給母娘 我不知道這一個人 是要怎麼給母 他是一禮拜 要給母一個 一個案件 還是兩禮拜 還是說 一個人 那個人 他輪到說 他給母 可能要等一年兩年 三年以後 還有南區 八百零七個人 只有六個公衛護士 北區八百二十二個人 也打一個 這個都超離譜的 南區 九百八十三人 剛才有七雷 七雷你候補 七雷關懷人員 在這裡我要請教 局長 你是欠我們的公衛護士 工作不夠多 他們秀營的款 我知道我們的公衛護士 他們都非常的忙喔 他們在衛生所裡面非常的忙喔 你是不是跟阿布告說 他們的工作內容到底是有什麼 我相信我們公衛護士 跟護士的工作內容很多 包括我們一般的門禁 預防注射 包括一些傳染病的防治 包括心理健康 很多很多 那議員這個表 還有登革熱的防治嘛 現在最重要的市長最重要的 還有戒煙戒酒嘛 這一些都是嘛 就是在 環蓋在傳染病裡面 所以 他們的工作很吃力嘛 是 跟議員報告一下 你用十五個 甚至當局是一個 你給我 我感覺對他們很不公平 我也很不敢說他們做那些工作 現在還要來做這個 關懷員防治的工作 議員我給你報告一下 我們基本上 長期的關懷 固定的關懷 是由委外去做 那議員這一塊 你說永康 十五個人 這差不多 因為永康所有的所長 跟醫務人員有十九位 那東區的部分 他有十二個人 那您的 您的 您的 您的這個 您的這個 您的這兩百四十七個好了 還給你有十五個 不是 你不覺得我們公委婦師這樣 不是 我剛才講過 你要增加他的負擔 東區本身也是 加南療養院在做 這些委外的相關責任 好 局長 但是如果 局長我請教你 局長 因為 這個東區是你的學校嘛 你的局本部嘛 是 我要了解說局長 你領導你的部下有多少人 我的衛生所有兩百多個人 我是說衛生局啦 你的局本部啦 衛生局跟衛生所交起來五百八十幾個 好 五百八十幾個嘛 你單單單區一群空四的人 一個人你給我 哇 他超神的 我也超不甘的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資料我不知道議員從哪裡來 因為他的衛生所有13個人 局長 這是你們裡面給我的資料 我現在是經濟資料給他放大而已 要讓你看清楚而已 你不能現在又告訴我 你資料是從哪裡來 是你們衛生局給我的資料 好 那我會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手頭上並沒有依照 我們有幾個層次 一個就委外的部分嘛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公共衛生 還有我們有心理健康科的同仁 還有我們這個心理的一些志工 那個局長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委外的社區關懷員 你剛才剛才有說到 在我們衛福部 他們有補助我們九百幾萬嘛 九百五十七萬一千塊 我們委外有兩個單位 一個是嘉南兩院院 他的編制是有12名的關懷人員 總共他負責32區總計有七千零六十一個人 那麼另外一個單位是奇美醫院嘛 奇美醫院他負責的共有五區 總計是三千三百四十四人 你剛才說到委外應該做嘛 下一頁 他剛才我有說到 那個十七人就是委外 他們要負責一萬多個人嘛 到底你們的基數是怎樣分 你們有沒有考核的機制 我們定期每個月會跟我們委外單位做一個開會 那也會邀請精神衛生相關的心理師跟醫師做困難個案的研討 那陳儒剛才議員講的齁 其實每一個人他有嚴重程度不一樣 還有急性發作的時間 局長 剛才我的個案我也給你看了 他們家屬自動的抱腳 他們主動卡電話去委外的單位 去嘉南療養院 他們只是有一位離職的仿視員 現在下來 接人他們並沒有銜接他們的業務 這樣你說 你們有去搜查 跟議員報告這個案子我們會詳細去瞭解 那議員平常也常常跟我在同內 我想也拜託議員以後碰到這種個案 我知道那個局長你非常的認真 你非常的優秀 當然在這個區塊我們是在探討 因為這個行之有年也實施了好多年 我是說凸顯他讓你知道說 在這個區塊裡面 你必須要去用心 所以我說這個很好 所以我們列館一萬多個 這有一兩個我想 出操我們會去做相關的一些措施 一些檢討 好 下一頁 那在委外 我們委辦機構的初探 我有把它分析出來 那個精神的障礙患者全市共有 一萬零四百零五人 十七個關懷仿視員 如何能照顧 他剛才我就特別已經給你強調了 發包委外經營經費不少 成效令人懷疑 我們發包讓委外 我們就要記憶感度 還有積查 是不是 他的仿視工作量 他的仿視時數 這我們都要做一個了解 我們不是放給他們 要他們有做得好 沒有做得好 這個我是要求你要注意到這一點 謝謝議員 還有第三點 這考核制度有沒有建立 個人的仿視量有多少 他剛才我有說過 仿視的間隔 次數 仿視的工作時數 以及工作的信任度 在這個部分 我都希望 你都要注意到 謝謝議員 講的這幾頁 我們其實都有盡量去做 當然對於個案的一些特殊情形 我們要去虛心做檢討 尤其我們定期 都有跟這些委外單位 這些醫療單位做一個協商 跟討論會 依照這個個案我們也會拿出來 那也希望議員告訴我們是哪一個個案 好 那我想整個 有協商有討論 我希望 無縫接軌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 常常就在那個所謂的失聯的幾天裡面 陳如剛剛議員指示的 就是可能會有出一些小問題或大問題 好 我要跟局長做一個報告 因為家屬也很羽重心長 你跟我說 他說 他說是剛好是自己制裁 如果他如果是傷害到周遭的人 這樣他要怎樣 我相信 也不是說 這些有精神障礙的家屬 他們都要把這個人殺給人 不是這樣 我們要給予的 是他們方向 給予的是他們協助 讓他們家屬知道他要怎樣照料 他們自己 本身這些障礙者 局長 是不是這樣 是沒有錯 我希望說 你要記得這一點 因為我在自己歡迎就是說 他有嚴重的不妥善嘛 所以我們要調整腳步 當然 我這孫 我都一載 我也會 非常的理性 我也會 講出 我要愛的精神 我會提供 所以我也希望說 你要有耐心的聽下去 不是說 你一句說 好 我會調整 那你怎麼調整 你現在講給我聽 我現在還沒有把我的方案提供給你啦 那個議員 我們一般 就是有委外的部分嘛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的公共衛生護士 會做一些協助 就是比較輕微 或比較臨時性的 那我們還有心理健康科 我們有48位同仁 當然這是有分毒品跟心理健康促進等等 我們去做一些 碰到如果衛生所的人員不夠的時候 或委外單位不夠的時候 我們會做加強的動作 這個就我們這個心理健康科的同仁 去做輔導 那如果是平常性的 定期關懷的部分 我們會邀請我們心理健康的志工 有48位 他本身是受過完整訓練 有些是以前的老師或 張老師或其他心理師 來做一些輔導 那針對議員這個個案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虛心去做檢討 但是也拜託議員給我資料 說是到底是哪個個案 那到底是責任是在委外單位 還是我們衛生所 那個我們要去做一個釐清 好 我會給你資料 那有沒有訂定相關的輔導 以及輔導機制 我想這方面我們都是要做 因為我們為外給他們做 我們也要知道他們到底為我們做些什麼 為我們這一些精神障礙者 關懷到什麼程度 所以你這個部分 你也還是要做一個了解 沒有 我覺得真不猜 好像一路做不做都沒有什麼 無關我們的事情 我們把這條經費 白白送給他們總金買一千萬 如果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在這裡也要拜託市長 是不是明年把這個經費收回來 我們自己辦 這樣又可以增加我們就業人數啊 還可以鼓勵我們錢 我們自己是來這些學主啊 有條件有複合這些條件 可以升任這個工作的這一些朋友啊 那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一下 因為是中央預算 他要求就是要 好他沒有要求 局長他沒有要求 因為我打電話到衛福部去問過 他說他們補助這一條經費 可以讓我們自己全款穩用 因為白管制也很多 他們是自己做的 他們並沒有委外啊 因為衛福部有跟我強調 他不會干涉 他補助他不會干涉 這一條經費 我們是怎麼運用 台北勢力 因為我說的 是怎麼說 我們還要收到回來自己做 因為我們委外 我們自己辦 委外還有我們的公衛護士 也要服務喔 我們的資源分散 那我們的資料 怎麼如何有效去匯整 並且通報正確的資訊 所以市長 是不是呢 這條有算 如果呢 他們做如果都沒有效果 沒有那個效能出來 是不是 我們隨便自己做 市長 請你就這一點做回應 很大 就是 做什麼 我這麼說 我這樣講 要怎麼做 你做什麼 接著 我們現在要做 跟議員報告一下 您要的那些資料 我們一個禮拜以內會給您 就包括我們一些考核機制 跟平常開會的情形 我想對於這個個案 我們真的要好好去做檢討 因為這個的確在聯繫上有問題 當然我剛才講過 到底是委外單位沒有回報 還是公共衛生的護士 還是兩個都有問題 我們會去提出一個檢討的報告 好 局長 你們也要做調整 因為我們105年的 我們的衛生局精神衛生業務的工作計畫 我有很認真看 但是我們列出來的策略跟計畫 剛才有這三點 你看一下 你應該是 我們很熟悉 我不知道 這些業務 這些家務 很熟悉 因為呢 因為你就可提供 就精神 還有夜間的免費心理諮詢 我們就精神 就沒辦法給我 因為他們公衛服事 他們的業務也非常的繁多 你剛才說的 主要是放在委外單位 是 那麼 你給我的是什麼 你們給我的是什麼 就是一些 那個 我們 他們聘任 在聘任的一些條件 基本就是可以說非常的空洞 就這個部分 你們可以再修訂一下內容 我們有一些計畫書 可能提供上面沒有那麼完備 陳主剛才議員講的 我們在市長上任以後 對心理健康是非常在意 所以我們37區的衛生所裡面 有成立了22個區的衛生所 是有做免費市民的心理健康諮詢 這個我們是讓 提供一些可進性可及性 那這些也是我們 協助這些臨床的心理師 到我們各個衛生所去做幫忙 我想這個我們會把這個 整個政策在說明上面 會弄得更清楚 那至於內容公話 因為我們現在是開放政府 衛生局很多的一些內容 應該都在網路上面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同仁提供的內容不夠完整 這我們再補提供給議員 好 那我想請教我們 現場的局處所長 你們覺得 我現在 邊邊有六個球 這個是有相關 業務有關閉到你們局處署的 這業務如果有關閉到你們局處署 是不是你們請起來 現在 現在我們有看到 我們社會局 還有消防局 還有警政還有警察局 有 那民政局也站起來了 現在呢 還有什麼局 沒有站起來 對 教育局 他剛才跟你說的 分年齡層的教育 學習障礙 你們會編排教育 所以 你也相當要有資料 那個我請教一下 那個民政局局長 你怎麼知道你相關的業務是什麼 我想我們的這個里幹事 里長在第一線的時候 就鄰里的部分去注意觀察 然後做通報 局長 你答的非常正確 這樣齁 你一句 幾分鐘的時間 你非常用功 非常的好 還有我們的社會局 還有我們的社會局 我們社會局的一個照顧 或者是安養 那這個部分 是我們社會福利機構 要做的事情 好 比較那個齁 就是中正 重正 你那邊都有啦 比較親的 我們這裡就沒有了 就後續的安置 對 我們消防局 我們消防局 你也知道有你的業務 就是在我們 就醫 護送的當中 你們就要明確 知道說 這個是不是 我們所關懷 所關心的對象 是的 還有我們的 陳局長 我們的 警察局長 你也非常了解 這也有你的業務 你的業務 我不知道衛生局 有沒有提供這些名策給你們 他們有名策給我們 另外就是說 我們假如說 有人報案的話 我們會趕到現場 安全介護 還有我們一些通報聯繫 好 我最主要的訴求 因為 主持人 你也要退休了 我希望說 這些部份的業務 可以延續 我們讓他們資料 我們可以究竟 以前過去 我們的經驗 都會給互口報紮 因為現在都沒有 是不是呢 讓我們警察局 這些的治療 可以做近性 做區域性 他們可以去做關心 做關懷 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 我們衛生局 這些資料都應當 給我們這些局處 只要是我們網絡單位 技術公益 我們都可以拿到 適當的資料 好 那個 法治處 我們校處長 我想要請教你 你看到這樣 這些道別 你怎麼知道 本社 最要求的是什麼 應該是社區安全網吧 社區安全網 你應該是 感覺如何 做得更好 社區安全網 當然 第一就是說 六個局處 本身要本離職能 然後在一個共同的平台上面 大家橫向聯繫也要做得到 再來就是縱向的 除了當我們發現到 這個需要幫助的市民之後 那麼也要持續性的 去了解它的進展 那這樣網絡 這個功能才能夠發揮出來 不愧是我們那個 那個賴市長賴醫師 有高度的智慧 在這裡 我願望說 我們衛生局 甚至我們那個蕭博人蕭處長 你也可以注意一下 我是想說 我們跨局處 我們來制定 我們台南市政府的衛生局 精神障礙 患者的社區 個案管理照護方案 我們要自制 制定我們自制條例 然後自制條例制定之後 我們的 這個個資的 個案的資訊 才能分級的 控管嗎 局長 那是這樣 是沒有錯 進了我們才可以 即時的提報 有效的照護 是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 自制條例 但是我們的確有 這個精神障礙的網絡 這些網絡 包括一些醫院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 除了這六個局 外 我是覺得你 要把鳴定出來 是 你鳴定出來 你的分級控管 這裡有辦法人觀看 你這裡有辦法 可以去感讀 每個職位 他們才知道 他們要做什麼工作 這點不是本事要要求你的 這樣 才可以進而提升 我們的精神障礙患者 關懷的品質 讓他們可以 及早康復 是 議員報告 剛才講過 我們除了沒有 知識條例以外 其他的SOP還有這個的執掌 我們都有做相關的一些文件 跟計畫 這沒問題 所以他剛才市長有說過 建立強而有利的社會安全網 這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你們都請坐 市長 我要在這裡 給你拜託 哪裡 因為呢 我們這個社會安全網 你身為做醫生的人說醫者父母親 很多 在醫療的過程 它是需要復健之路 如果我們要把建立起來 甚至我們有幾個 這個福建資料 我相信 我們要所關懷的人 他們也能早日的康護 早日的走路的人群 甚至去污名化 我就是覺得說 他們精神在愛著 我也是很可愛的啊 但是 就是要出污名化 我們 可以提供他復健之路 復健的課程 我相信 復健的課程 對他們的幫助一定非常大 因為你是福健康嘛 我現在也要拿我一個兒子 過去 在我們 你喔 做會選舉 那個時候 你也知道我很多 受傷開刀嘛 對 在那 去年 醫生已經 我手已經壓到神經 已經又要貪犯了 我做盒子公正 醫生已經把我排好 我的開刀日期啊 但是呢 我去找我的好朋友 他是福健科的主任 他就跟我建議說 阿議員你是不是呢 先福健 因為福健會好 只是呢 這個騎乘會比較 比較長一點 喔當然 我有聽他的建議 我會福健八個多月 我好了 我過年前就好了 喔 這六個月來 都沒有復發 所以我相信 福健這條路 雖然呢 比較長 但是呢 我們要把關懷 我們要把用心 我們要做的位 實際去路線的位 我們 要關懷的障礙者 一定會早日康復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 是怎麼樣 鄧議員說了沒有不對 我們這個在醫學上 有一句話 就是說 醫學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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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增添歲月 醫學 醫療 為生命增添歲月 但是呢 復健是為歲月增添生命 它有醫的功能 所以 黨議員要求 在這個精神 這個在我們剛剛討論的這個議題 精神上面需要幫助的我們這些市民 我們會落實到福健這個部分來 好 那個謝謝市長 是 局長 我也是 自己困定 你平常時的 你的努力 你的打招 你也是非常優質的 局長 但是有可能 在這個部分 你所分 我也不想 你所分的這個部分 你應當把它補足 該關心 該去 關照的 這些 所有需要我們關心的人 必須要 要落實到 我們真正的照護 這樣好嗎 沒問題 跟議員謝謝 我想對於這個單一的個案 突顯一些問題 我們應該要更 仔細做一個檢討 謝謝議員 謝謝你請坐 現在我們台南市 高層的建 再給一分鐘 新建 當然 我們整個 那個 結構 也日新 精益的求精 所以 你過去 舊這麼大樓 有時候 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你看它毅力不搖 可是 有可能 它在建築的結構 已經出了問題 我在這裡 我是要 拜託 我們跟務局 是不是呢 我們就區域 來舉辦 大樓管理委員會 這些主委 會做一個工程 我們舊 我們的專業 我們的公共安全 需要他們主委 是不是 我們會 要排訂一些 講習 一些課程 給他們 讓他們更了解 他們大樓的公安 要怎麼維護 甚至 他們的建築 他們的業態 是不是有出了問題 這一些 安全的儀利 他們都要有認識 是不是 做這個部分 我們幹部就對了 是不是 你可以做一個說明 我 在這裡也要 幫我們市長 幫我們市長 是不是 我們請 師傅方面 回應一下 謝謝前議員 我想辦理講習 可以使管委會 那 了解 法令所規定的一些 權利關係 所以 辦理講習會 我們可以來辦理 好 再給你一分鐘 當然 經過 主委 經過我們的 感受委員 我相信 我相信 也能夠共產 管理品質 還有 就是還有一點 非常重要 我們的政策 他也可以幫忙 我們 宣導 讓整個住戶 給他們了解 像 現在 燈隔熱 這個 的防治 甚至 我們的 這些產病毒的防治 還有很多的 政令宣導 我們綠能的補助 這個部分 他們太陽能 他也可以做 是不是 可以彰顯他們 委員會的功能 所以就這個部分 市長 我願望 你可以做 甚至 來上課的這些主委 我們也可以辦一個證書 像我們CPR 拿去收分 通過了 我們有結業證書 它那 是一種光榮感 所以我在那個 我的復健 這個 證結證書 我也是有稍微這樣 幫你們做一下 當然啦 你們可以修改 我是感覺辦給主委 他們來 是我的請 幹部局 這邊來幾個月 剛才那個 董議員 你關心嗎 我們現在已經取得 微貫85名 住戶的同義授權 提出團體訴訟 預計六月十三日會提出 市政府會來協助他們 我們謝謝陳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你們 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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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願 謝謝 感谢观看